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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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节目中设计了一个游戏 那就是让两组队员分别想办法逗李雪芹笑 最后赢的一组可以优先选择食材 为了获得胜利 所有人可以说是发心过海 各显神通 周九良拿出了香土味的表演 外蒙撒娇 发挥了李宝库和周大彪来自一个村的优势 成功戳中了李雪芹的笑点 但是李雪芹很克制 并没有立刻把得分贴给周九良 而是给了后面嘉宾一个机会 而张彬彬更是出卖色相 韩晴默默的给李雪芹涂口红 前面的表演还不错 李雪芹一秒破功 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后面自己加了些台词 结果李雪芹不买账 觉得出戏了 一个贴都不给 也是实惨 而付出最多的 毫无疑问是王嘉尔 为了赢下比赛 在星系市商量的时候 王嘉尔想出了一个大招 他找到了一个码头套的玩具 套在自己的头上 提议由自己假扮马匹 让其他人来骑着自己表演 甚至还可以用马鞭打自己 模仿环珠格格中 策马奔腾的场景 这个表演咋看之下 好像很搞笑 但是多看截影之后 就有点不舒服 因为毕竟是个人 不是真的吗 张彬彬其实也没有真的 骑在王嘉尔身上 只是错位半蹲在王嘉尔的上方 配合表演 但是依旧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最后李雪芹在深思熟虑之后 把所有的标贴都给了王嘉尔 但是并不是因为王嘉尔 把他逗笑了 事实上其他几个表演 让他笑得更加开心 他给出的理由是 觉得王嘉尔的那个表演最累 这很明显就是安慰分 都那样了 如果还拿不到胜利 真的有点惨 显然李雪芹对这个表演 是有些看不下去 接受不了的 一直以来王嘉尔都是 节目里的综艺感担当 他做这个想法的时候 只是觉得在游戏 想要帮助大家去赢 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是作为节目组 应该要考虑到节目观感和影响 如果一个节目的综艺感 需要以牺牲一个人的尊严来达成 那么这个节目的策划 一定是有问题的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